歡迎大家來到拜託ATM 大家好 我是蔚莉銀行行長胡瓜 我是湘里Sandra 我們蔚莉銀行有很多現金 各位用智慧來提款吧 好 今天的主題是 愛動物 瘋一致 你來嚇到牠 我嚇到牠 我給牠搖火 今天大家對動物都很專長 今天為什麼擺一致 帶我們來好好介紹牠一下 來 首先介紹的是杜宇辰 你好 常常好 向妳好 大家好 台灣大學獸醫學士 現任外科獸醫師 以前唸獸醫 之前唸獸醫 大家會覺得唸獸醫 好像不是真的醫師的感覺 現在獸醫夯 夯到爆炸 大家現在都毛小孩了 現在大家對寵物的愛 那真是比照顧父母還專心 常常跟朋友聊到一半說 你為什麼走 不是 我家狗狗現在要餵藥 對 為什麼要帶他去散步 待會兒我再過來 三餐是準時的 然後不接父母電話對不對 今天要分享的是 寵物為什麼會骨折 骨折 大部分其實除了常見的 車禍跟高處墜落之外 其實大家比較容易忽略的是 對牠們來說 一般的高處 可能比方比較小型的狗狗 在膝蓋的高度掉下去 就有可能會摔斷 你不曉得 中南部很多狗在那邊 常常過馬路被咬到 然後走路四隻 永遠是一隻腳在那邊 是啊 對 像這種 如果不依牠的話 久的久之就並行 對 牠可能那隻腳就 肌肉萎縮之後就沒有辦法使用 接下來介紹第二位來賓 陳曼欽 妳好 陳曼欽 妳好 唐長好 莎莉好 大家好 妳好 台灣大學獸醫學士 剛剛講狗 那現在講的 牠 妳要介紹貓吧 對不對 對 因為貓咪牠是 比較容易緊張的動物 然後牠對聲響 對一些氣味都很敏感 對 所以有的時候 牠們到動物醫院看診的時候 會變得更緊張 因為是一個陌生的環境 然後又有很多聲音 很多味道 對 所以如果知道自己 家裡的貓貓是 稍微比較緊張的話 可以在就醫之前 先到動物醫院拿乖乖藥 有乖乖藥 是什麼 是靠吃還靠打 吃的 吃的 在家裡就可以餵 那牠真的吃完會變乖乖 對 其實講是講乖乖 是有點昏迷嗎 這樣 會很輕微很輕微的鎮靜 但那個鎮靜的程度 牠在家裡還是可以正常地 然後可能會趴著休息 還是可以吃飯喝水 但是牠會變得對外界的感知 稍微比較 久沒那麼敏感 對 比較沒有那麼敏感 牠會呆一點點 然後這樣到醫院 就比較不會這麼緊 牠這樣OK嗎 牠這樣OK嗎 會怎麼會吃乖乖藥 不是 要不然牠你很難控制 牠會到處跑會抓 你看小生手上都是貓爪的 最近都被抓的 對啊 自己養的都還被抓 九隻貓 九隻貓個性不一樣 有一隻貓把自己當成狗 牠會自己都來逛 牠也沒怕 有的貓會很輕狗嘛 對 但牠不會 是 所以很可愛 來 接下來介紹的是 朱道南 你好 老師 你好 中興大學獸醫學士 現在獸醫師 是 您也是犬貓嗎 犬貓 沒有其他不看 有沒有遇過奇怪的 之前有一次 這個牽進來嘛 就聽那個 摟露的步伐 不太像全貌的聲音 就出去看 結果發現是一隻豬 你說可愛的小迷你豬嗎 大的 你是說 被我們拿來吃的那種大豬嗎 不是啊 牠那種色香豬啊 不是不是就是 就是不是色香豬 台灣黑豬那種 沒有啊 大長的那個 蛤 對 那牠牽來牠是 牠是堅養還是說寵物 不是 是寵物 牠是說牠那天來 牠是說 我家的豬最近 食慾不太好 好像瘦一點點這樣 瘦 你現在的豬 越踢越慌 豬怎麼看出來 真的 瘦一點 牠說牠食慾不正 那你怎麼辦 因為我們就看犬貓的啊 所以還是要請牠去找 特寵醫院 是 接下來就咪咪子 咪咪子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碩士 你能飼料研發的獸醫師啊 對 寵物食品研發 現在網路上很多賣寵物的果乾這些 對不對 種乾對不對 很多很多 那妳研發哪些食藥 鎮餐嗎 我有研發鎮餐 還有研發保健食品 還有就是甚至是處方食品 就是動物生病的時候 配合醫食治療的時候 吃的一些食品 體育不好或精神不好 所以可能還是要藉由醫師的診斷 我們才會對症下藥之後 才能給牠就是相應的食物這樣子 來 接下來要介紹阿倫妳好 還有可愛的娜娜 娜娜 謝謝 娜娜幾歲了 今年11歲了 11歲 這有點年紀了 就高年全了 對 但牠活動的體力都還滿好的 因為牠吃得很健康啊 對不對 娜娜 嗨娜 嗨 哈囉 而且牠好穩定喔 妳好 妳帥喔 牠是漂亮 妳很漂亮 握手 叮叮 勉強一下 你不知道牠是誰嗎 不跟牠握手 握手 握手一下 握手一下 好傷戀 好可愛喔 牠有不開心的時候嗎 就譬如說誇 說牠不可愛的時候 你就對著牠的臉說牠不可愛 牠會怎樣 牠會上我巴掌 帶你去 試試看 試試看 試不怕咬我 如果我們這麼遠說牠不可愛 牠會怎麼樣嗎 可以試試看 應該等一下會很淡定 很淡定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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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叫你 你不可愛喔 為什麼感覺好變臉耶 娜娜你不可愛 這件聽力是OK的吧 OK 還是我要試試看 好 你試試看 好 你覺得你漂亮嗎 是喔 你覺得你漂亮喔 是嗎 你不可愛 你不可愛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真的耶 要這麼近喔 對 真的滿有靈性的 來 歡迎我們等於六位了 五位叫一聲 來 鼓勵一下 歡迎你們 介紹兩位專家 首先介紹高學禮新聞主播 黃盛愷主播 你好 主播好 社會科 古教名師 陳啟鵬老師 你好 啟鵬老師好 馬上進行第一回合 全款爭奪三 在那邊走秀你 好 沒關係 讓他自己活動 第一回合存款爭奪賽 我們請我們Sandra講規則 好 我們銀行金庫呢 準備了六萬元 搶答之後輪流作答 每答這個答案是三千元 六萬元要搶完為止 或是兩個題目輪完為止喔 這一題由黃盛愷主播舉圈或差 來 請出題Sandra 羊寵物既然有益健康 根據美國知名教育雜誌 撰文分享 請問羊寵物的十大好處 有哪些呢 請講答 來 秘密子 可以增加運動量 追啊 跑啊 對 還要帶他們去遛狗 可以增加運動量對或錯 答對 來 請加三千 阿倫 親情會變好 親情會變好 對或錯 答對 來 請加三千 秘密子 可以幫忙看家 幫忙看家 你應該是古早的犬 現在會嗎 還是會啦 看到陌生人還是會講 以前向下一定要養狗 就是防小偷嘛 對或錯 答對 三千 謝謝 曼青 可以降低生活的壓力 降低生活的壓力 降低心理上的壓力 但心情變好 跟這個有沒有像 好像有點像 因為它是跟血液中一些激素濃度 會下降 有關係 你是講壓力會下降那一塊 對 它的心情會變好 來 一個是 有沒有對話說 有點雙倍到了 重複到了 重複到了 來 出到哪 降低過敏 降低過敏 會降低過敏嗎 他不是毛小孩有的時候會有 當然有一些如果真的很嚴重 刺激很嚴重過敏的 可能就不適合飼養 但是如果從小開始培養 這個小寶寶 早點接觸過敏源 可以讓他對過敏的刺激 慢慢降低 對或錯 答對 加三千 你有補充 你不能補充啊 太溫馨 你補充別的答案就出來了 對 秘密子 可以預防老人痴呆 預防老人痴呆對或錯 沒有在裡面 對 對 來 阿嫩 可以 5 4 你都被講光了 我想一下 你猜極了 超級難的 超級難的 忽然他講不出來 對 在上面 好 來 打差了 好 來 路醫師 可以 減少我們的老化 老化跟老年事態不是剛剛已經在講 原因是因為 他可以讓心情變好 還可以增加運動量 所以最後就會 減少老化 他去檢查的答案總和錯 他減少了 這是英國的關係 超級的意思 不一定對啊 來 對或錯 沒有在裡面 沒有在裡面 錯 這你一個啊 到哪 可以增加主人的壽命 可以增加主人的壽命 對或錯 也沒有在裡面 不就是 對啊 你今天換老化 這群人怎麼回事 他們以為他本來是要作文的換句話說 你看看 是不是這件對 他只是會醫治寵物 他不知道量寵物要幹嘛 欸 猜巧了 一萬二而已 一萬二而已 怎麼會這樣子 這時候還好讓專家解釋一下 來 好 其實養狗 因為狗身上有很多細菌嘛 所以你接觸到這些細菌跟過敏源 其實多接觸就會讓你比較少生病 那甚至像是呼吸管的氣喘啊 或者是過敏症狀 甚至失診的發生機率都會變低 那另外呢 就是因為摸狗其實它會產生 不管是你去摸狗或者你看別人跟狗互動 其實你的人體就會產生摧殘數跟多巴胺 所以你的壓力就會變比較低 你的心臟會比較健康 那還有就是當然養狗 你看剛剛狗來大家就會跟他互動 你的社交也會變得比較活躍一點 那還有最近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狗它的嗅覺非常的靈敏 所以它會聞到人類如果在生病的時候 會散發出某一種氣味 所以像是癌症啊 或是它要發生癫症的時候 它的人體會散發某一種氣味 狗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對 而且那個有糖尿病 它好像也聞得出來那個味道 是喔 味道重的 難怪有一些醫療犬相關可以訓練 對不對 好處多多了 來 接下來進行的是 我們陳啟鵬老師舉券或刀 請出題 動物專家也未必知道 世界許多國家除了國花 國鳥 還有國獸 還有國獸 請講出不同國家的國獸 你必須說出哪個國家的什麼 比方說南非的跳鈴 一定要講國家跟什麼 好不好 好難喔 南非的跳鈴不能再講了 來 請講答 蜜蜜 日本的警禮 答對了 有的 請加三千 以前上的幕府將軍 一定會辭職養那些 對不對 或者是大企業家也會養 對 那其實警禮在中國西境的時候 就出現了 那後來傳到日本去的時候 一開始他們是在農民會在水田裡面 養鯉魚 沒事可以拿來吃 但偶爾會不變出這種警禮 他們就覺得很漂亮 那漸漸漸漸他們就專門飼養 因為覺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後來就成為富貴人家的代表 那於是 以至於大家就會 掛著這個警禮起來象徵自己 家裡可以富貴滿堂 對 唯一唐朝是不能吃鯉魚 那吃鯉魚之後判棄 為什麼 因為唐太宗他們就是鯉 他們姓鯉啊 那那個時候鯉魚都去哪兒呢 你不如問我 因為李家 李渊創唐朝 然後後來李家天下 他們就會有這種諧音的忌諱 所以當時鯉魚不僅不可以吃 還被視為是尊貴的象徵 還會特別養在家裡 給他好好的對待 比那個平民百姓 還要更高的待遇 你敢虐待他看看 吃吃看的 你就不得了了 阿倫 澳洲的袋鼠 對我錯 答對了 請加三千 先補充一下 其實袋鼠的品種總共有四種 那澳洲的袋鼠 我們雖然說是講袋鼠 其實它被列為是國獸的話 是紅袋鼠 對 那就是這種紅袋鼠的話 它會被灰袋鼠 就是族群會有點不一樣的分布 那所以在澳洲那邊 紅袋鼠是把它列為是國寶 來接下來陸醫師 台灣中華民國的台灣黑熊 台灣黑熊對貨獸 答對了 有的 請加三千 曼青還沒開張喔 加油 孟加拉的孟加拉虎 有 這個還用講嗎 都贏加孟加拉虎 對 來對話說 答對了 請加三千 到哪 東華人民共和國的大熊貓 欸 熊貓 貓熊 都可以 就是成都四川的 對啊 對話說 答對了 請加三千 那這邊補充一下 我們一般講說貓熊 熊貓會搞不清楚 那其實台灣跟大陸的用法不一樣 那台灣是把大隻的叫做貓熊 那小隻的叫做熊貓 那大陸是反過來 但是呢 以生物學的分類來說 那個大貓熊呢 它是屬於熊類 所以它是貓熊 像貓的熊 那小的熊貓呢 它是屬於熊貓科 那所以會有這兩種差別 但因為大家太難分辨了 就乾脆就叫熊貓了 所以後來就變成大貓熊跟小貓熊 小貓熊 OK 咪咪子 對不起 咪咪子 雞巴牙的鬥牛 雞巴牙 雞巴牙鬥牛喔 鬥牛拿來殺的是它果獸嗎 還是很有名的也可以 西班牙鬥牛對我獸 答對了 請加三千 阿倫 台灣雲豹 雲豹 絕種了 也可以 絕種了 你看到沒有 加三千 這個象牙海岸的 非洲象 非洲象 對我獸 答對了 請加三千 而且象會自己找個地方 找不到他的屍體 對 他們在即將年老過世的時候 會找一個地方隱藏他的身軀 找不到那個地方 對 所以有些人會想要去找到 他們的死亡地點 你就發財了 去找他們的象牙窟 是這樣 因為死過後的象牙會保留下來 但是你很少能夠找得到 他們總是會 他會尋找一個地方去治癒老死 但老死之後 因為找不到那個地方 你找到那個地方 你就發財 因為沉堆的象牙 可是太神奇了 因為他這麼大一隻 居然要找到一個 大家找不到的地方 好 接下來是曼青 印尼的科摩多西 印尼科摩多西是什麼 龍嗎 犀牛嗎 不是犀牛 那個蜥蜴 蜥蜴蜴 就是很大隻的那種蜥蜴 就是咬到你會死掉那個 爛掉的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東西 你走很慢 舌頭很長 蜥蜴蜴蜴 來 對過錯 答對了 請下三千 你只要不要咬到 有單細 這隻有毒的 對 因為牠的那個唾液有毒 所以牠在獵那些動物的時候 牠們通常是群起 只要那隻動物被咬一口 牠就會漸漸毒牠的身亡 所以牠們也不會去跟牠搏鬥 不會拿命來拚 對 那等到牠慢慢的衰弱 快要變倒下來的時候 再一湧而上 對 到哪兒 紐西蘭的奇異鳥 答錯了 為什麼 因為國鳥不能 牠是被視為是國鳥 不能是活獸 對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 意大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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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 對我做 答對了 為什麼是意大利人 真的有這個狼 我怎麼知道 因為據說 在羅馬時代 他們的第一任國王 跟他的雙胞胎 就是由母狼所養大的 所以他們就後來 造成了整個羅馬盛世 於是他們追本作源 就把養他們的母狼 來作為他們的國壽 所以你現在到街上去 可以看到很多類似這種 這種就是由母狼養兩個小孩的雕像 或者是畫像 就是在講這個故事 它是雕像 但還不是像我們 難怪我們覺得 我們怎麼沒有看過這幾個狼 它有個故事傳說 對 對 我有什麼 我們有金鋼狼 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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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加3000 阿倫 日本柴犬 柴犬 日本柴犬 對貨犬 答對了 有的 請加3000 日本柴犬之所以有名 是跟新樹那個有關係嗎 日本柴犬它的品種比較特殊 就是說它以前本來是蠻多的 後來經過不斷的雜 雜 雜 雜嬌 他想講雜嬌 早在他自己想 混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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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混種還有就是也受到一些 外來的一些物種的入侵之後 那它族群漸漸變得稀少 那變得稀少之後 後來就 把這樣的一個採犬 或者是說秋田犬 把它視為是他們的國寶 顧一次 獅子山的獅子 獅子山的獅子 獅子山的鑽石 獅子山的獅子 獅子山的獅子對或錯 答對了 請加3000 3 獅子山的獅子 來 曼清 還有一個國家的國獸好像也是獅子 挪威 挪威就是 挪威 它的國獸也是獅子 獅子 很帥的 對或錯 對 他們的 答對了 他們的國灰上面就是獅子 那不過國獸有另外的 如果知道的話可以再來 他也算 提示你 挪威還有 挪威還有 來 請加3000 秘密 秘密 泰國的亞洲象 答對了 請加3000 聽說有白象進貢去的話 這一輩子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是 我們一般都認為說 泰國喜歡象是因為他刻苦耐勞 其實最早他們的白象是他們尊貴的象徵 只有國王或貴族才能夠齊成 所以在泰國這個白象是備受尊從的 對 民間如果發現有白象進貢給皇朝的話 這一輩子刺穿都OK的 來 阿倫 澳洲五尾熊 對 我剛剛就在想這個 澳洲五尾熊對或錯 答對了 請加3000 還有一個答案 還有一個答案 想下來 我來猜猜看 好 中國的龍 龍的傳人 中國的龍對或錯 答對了 可以 請加3000 不是有龍的傳人 雖然剛剛那個狼他也是一個故事性的 對 那你可以解釋這個龍嗎 就是我們所謂的國獸 他有時候是因為他的珍貴稀少 像譬如說雲豹 那有一些是因為地方的特產 那像是他有一些傳說 如果牽涉到不存在的生物 我們也認定可以 像譬如說中國的龍 還有那個蘇格蘭的獨角獸 那這些也都是可以 那也是不存在的 你剛剛講一個 他剛剛講一個少一個是什麼 紐西蘭還有 挪威 挪威他的國獸是美洲豹 美洲豹 加寡 這樣也是 加寡 對 其實還有很多 好 我們通通獎金也領完了 我們宣布這一輪的獎金 好 目前呢 雨晨1萬5 萬金9千 道南6千 咪咪子1萬5 阿樂1萬5 好 接下來進行下一個回合 贏者全拿 進行贏者全拿 請講規則 好這一回合呢 同時作答AB兩個選項 答對的話累積獎金 每個人代表1000元 答錯的話呢 此輪就淘汰啦 那獎金會一直累積嘛 那每一輪最後留下來那一位 又可以把所有累積的獎金灌給自己 總共進行三輪 第一輪請出題 路邊看到超可愛的狗狗好想摸 請問想要摸狗應該怎麼做比較正確 A 用手掌摸頭 B 先用拳頭給狗紋 請作答 用拳頭給狗紋 都知道耶 我們常常手一伸就伸出去了 那你這樣的話不會咬你 那不以為我想要扁他嗎 其實最主要的先要摸狗的話 第一個就是先問主人 因為主人最了解自己的狗 牠會不會咬人或是比較親人 牠不會咬人喔 牠不會咬人喔 那就讓牠就是讓牠先伸出你的手 拳頭讓牠熟悉你的味道 對 牠聞了你的味道之後 牠不排斥的話 你就可以慢慢地從這邊開始摸 頭是最後 因為頭代表是一個侵略性的動作 對 但牠沒查 什麼都可以 難怪耶 跟牠試驗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先用拳頭讓狗聞 在不解狗狗的狀況跟行性的情況下呢 你問完主人可不可以摸之後呢 再馬上直接伸手 其實還是很危險 所以最好先用手握拳 手心向下 靠近牠的鼻子 讓牠聞一下你的味道 確定沒有排斥的時候 才能放出手掌 你繼續摸牠 對 下面一題請出題 好想成為貓界萬人迷 請問 面對陌生貓咪 要做什麼 讓貓咪更願意靠近你呢 A 跟貓咪對看 B 對牠慢速眨眼睛 請作答 好多 東東雪 對 怎麼會這樣 你要跟牠眨眼就慢了 好奇怪喔 那貓喔 那是貓 對 因為牠很有神經質嘛 對不對 來 慢輕 如果你直接跟牠對看的話 會讓牠覺得你有侵略性 是嗎 對 因為牠如果牠盯著獵物 牠就會盯著看 所以牠覺得你跟牠對看 是不是好像要挑釁牠 或者是你準備要攻擊牠了 那如果你對著牠這樣 牠會覺得怎麼樣 可能想要用手打女 對 我以為牠的眼睛是禮貌耶 原來對貓不行 在人類是禮貌 但在貓跟狗其實都不理貌 那如果對著看 然後眨眼睛是可以的 慢眨 對 慢慢的眨 是喔 會急性多耶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對牠慢速眨眼睛 其實你一直盯著貓看 牠是一種敵意的行為 就很像你把牠當獵物一樣 所以如果你想讓貓咪更願意接近你 應該透過慢慢眨眼 而且不要視線直對 就有點斜看的感覺 慢慢眨眼 先讓牠放輕鬆 減輕牠誤以為你有的敵意之外 因為牠在牠放鬆滿足的時候 比較容易可能跟你接觸 而且這樣你會覺得很開心 牠會這樣放鬆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貓咪的微笑 下面一題請出品 企鵝能有什麼壞心思呢 請問企鵝會怎麼確認海中是否安全呢 A 把同伴推下水 B 把捕捉到的小魚投入海中 請做答 兩個答案不一樣囉 對 答案都是一樣的嘛 是 來 盜男 老時候那個黏土動畫 那個企鵝家族 有演到這個喔 不知道 不知道 看起來有點整張 那宇晨 我覺得因為在野外 其實抓到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不怕 所以你不可能抓到食物再把它丟掉 對 同伴可能相對沒那麼重要 對 因為牠會跟你搶食物 所以 好 那選不同的 咪咪子也選一樣 來 阿倫 因為我的直覺是 牠如果判斷在安全地方的話 牠 譬如說海裡面會有其他的 會跟牠搶食物的一些動物們 那如果牠覺得安全的話 牠可以先投下去 這樣子 對 如果安全的話 就沒有其他動物來搶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把同伴推下水 根據觀察南極的阿德利契爾 為求自保 會在下海密死之前 先找一隻同伴 然後趁牠沒注意的時候 推牠下水 然後自己留在岸邊看說 我這推下去的同伴安不安全啊 有沒有事啊 藉此來判斷附近有沒有掠食者 對 我好像有看過這種影片 太奇怪了 那都被推下去的 爬很快就起來 也沒事是不是 被推下去 我知道被設計了 牠會爬很快 下次該你啊 等一下看 兩個請到我們一起休息 好 好 過來 過來 都跟著去 休息休息 牠剛剛已經眼睛蓋一半了 心裡想主人怎麼那麼笨 好 請加三千 下面一題請出題 大量水已出現代表要下大雨了 請問 蜘蛛大量吐司結網 預示了什麼自然現象即將發生 A 天氣轉晴 B 大物出現 請作答 這個一定是天氣晴朗 為什麼 要捕粒 它就是開始 因為我覺得蜘蛛絲上面會黏液 會黏住那個 如果大物出現水氣的話 可能會讓黏液變得不黏 黏不住了 就是那蜘蛛會一直這樣 滑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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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意思 來 咪咪子 我想說因為如果大物出現的話 就是 牠要捕獵的那些昆蟲 可能就比較看不到牠的那些石 所以牠就會趁那個時候 比較容易掉進牠的陷阱 對 看不清楚 對不對 道南也是這樣講 我想說霧出現水氣重 比較飛不動 這樣牠就有食物吃了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天氣轉晴 對 有句話說啊 蜘蛛結網久雨必晴 如果下了很久之雨之後呢 看到了蜘蛛出來結網 就代表天氣即將要轉晴啦 那是因為牠結的網 要在空氣乾爽的情況下 才會有年度準備補食物囉 大自然就是這麼神奇 對 來 兩位請回來 回來 加一千 這個是第一輪嘛 一萬四千塊 請進入杜宇城的帳戶 哇 獎金滿高的 第一輪就兩萬九 對 牠們兩個堆疊得不錯 對 第二題請出題 米克斯指的是非純種的動物 請問米克斯比起純種有什麼優勢 A 更健康 B 更獨立 請作答 通通通選A 就是更健康的意思 因為牠們這樣基因就是比較多樣性 就會比較健康 如果純種的話 常會有一些基因缺陷的問題 或一些遺傳上的疾病 所以非純種比較健康 對 對 這樣子 我也是傾向更健康 我也是傾向更健康 等於牠們已經在這個環境中 被自然泰選過了 牠們是比較混血的 比方說像台灣土狗這種 已經透過大自然的嚴苛的條件 泰選過了 所以應該會是比較健康 所以更聰明對不對 對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更健康 米克斯就是mix的意思 混了很多不同品種的血統 牠的基因多樣性當然高 因此牠比較不會遺傳疑傳疾病 發生的機率也比較小 比方說米克斯的狗狗 比純種狗來的更健康 個性上也會更活潑 但又相對的穩定 不但聰明好訓練之外 也很忠誠 加5000 這是純粽寶寶對不對 對 是純粽寶寶 對 對 看看 當主持 好像要助於主持的概念 很好 來 加入我們這個行業 來 下面一題請出題 請作答 只有杜醫師選擇的是貓爸爸的個性 貓爸爸 請說 我是這樣想 因為其實一隻貓媽媽 牠平均大概可以生三到五隻貓寶寶 但這三到五隻貓寶寶可能都是不同的爸爸 所以我覺得應該貓爸爸的個性比較可以影響到 這題我們之前出過吧 對啊 就是說牠懷了九七八隻可能不是同一個爸爸 對 因為牠是不是開始發情的時候才開始排卵 然後這個中間有很多不同的Happy的時候 那有沒有可能同一個爸爸呢 也可以啊 也可以 比如說生七隻貓 七隻貓都是同一個爸爸 因為牠中間有Happy 有跟一個爸爸Happy 因為牠在的地方附近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選擇性不多 對 那你如果你在貓洞那邊對不對 那個什麼 那貓空啊 不是貓空那裡那個 猴桶啊 猴桶那個地方你看 好了 什麼劇情片啊 但是 太多貓了吧 重點是為什麼個性是像爸爸 這個 那選媽媽的我們可以來聽聽解釋啊 到哪 我在猜有沒有可能是性戀遺傳 就是跟精有 跟染色體有關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貓爸爸的個性 英國動物行為學家實驗過了 小貓呢 就算是貓媽媽或是人扶養長大的 貓爸爸根本沒有在管這個小貓 但是事實上基因來講呢 貓爸爸仍然是行訴他貓格特質的關鍵角色 呃 成長過程中就算沒有爸爸也沒有關係 因為貓爸爸的基因影響他的毛色之外呢 也有經過研究證實 貓咪的性格也是來自貓爸爸的喔 所以貓媽媽很辛苦耶 當然要生 但是小孩又像爸爸 氣壞了 而且他每個個性都不同 他更難搞吧 對啊 但貓媽媽應該也不會帶小孩 喔 貓媽媽會啦 當開始會啦 會 對 但是貓媽媽蠻慘就是你把他跟小孩分開一陣子之後 他會沒有意識到那個是他小孩 這是真的嗎 有一些貓媽媽甚至 人類碰過他的小孩有那個味道之後 他就不認他 就不要他的小孩了 甚至會攻擊 真的啊 所以你看生很多都幾乎分給人家嘛 對 我們最近生你要不要一隻貓一隻貓這樣分啊 對啊 對啊 原來是這樣喔 來 加一千 六千塊 請匯入杜宇辰的帳上 這是第二輪喔 有有領先 接下來進行最後一輪第三輪請出題 超慢跑受到歡迎後 各式各樣的原地見走跟著爆紅 請問最新的原地貓布要點是什麼 A 膝蓋不能抬高 B 兩腳交叉行走 請作答 貓布 兩 大家可以示範一下 慢請 我可以用手勢的 很性感的這樣 你那意思是他會這樣子喔 他會這樣就是這樣 有沒有 貓布這樣 四次都是這樣 對啊 有沒有他長這樣 那我們人是因為這樣 人因為要學他就變成這樣 我就想把他 我就是把他想像是像貓 他說原地貓布 我想像貓在走路一樣 因為我現在又養兩隻貓 你有養貓 所以我知道他們在走路的時候 會這樣兩腳這樣子 很優雅的 對 對啦 他走這樣 像老虎跟豹一樣 也會 對 優雅 身來的時候 他腳是交叉的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第一 兩腳交叉行走 有所謂這個原地貓布運動呢 叫做Catwalking Plate 就是站著 然後原地這樣貓布運動 這指啊 你站在原地 模擬貓咪交叉走路的步伐喔 其實跟那個 在舞台上啊 走路的那個model很像 那其實這是一個 低強度的運動喔 不同年齡層都可以做 那如果你不喜歡激烈有養運動的話呢 你就可以站著看電視了什麼 這樣做一下嘛 如果你每天堅持 邊看電視了邊看ATM的時候 做個60分鐘 染指效果一樣非常有感喔 這樣很累耶 你要一直原地這樣 對啊 不容易喔 真的 我現在知道每次模特兒出來 也是交叉步嘛 對 你怎麼 這個模特兒是不是 有一點錢 拜咖 來請價五千 下面一題請出題 英文單字 Peppelin 原於企鵝會送鵝卵石 給另一半的浪漫舉動 請問人類的什麼行為 也被稱作Peppelin呢 A 傳梗圖給對方 B 帶對方去兜風 請作答 好可愛啊 大家都覺得傳梗圖 不是帶他對方去兜風 不更浪漫嗎 可是因為Peppelin 就是一個小小的鵝卵石 送你一個小小的東西 對不對 就跟梗圖的意思是差不多 是梗圖還是長輩圖 要是我每天收他長輩圖 我就很怒耶 對啊 你都不會傳長輩圖 我覺得你不錯耶 我不太會傳 你都不會說什麼早安 一堆連環 我不是長輩 對不起 我是完輩 OK 來 宇森 我覺得 帶對方去兜風 就是要對方同意啦 才算是浪漫 可是Peppelin 醫師 所以你是不是平常 你是肩緊張 還是你就是一個嚴肅的人啊 很拘謹 對 會不會動物被你嚇到啊 應該還好 我看到動物比較不一樣 傳梗圖可能比較方便 他說帶去兜風 你還要經過很多道手續 所以你傳梗圖別人 管他願不願意你就傳 對 沒有在管 對 有道理耶 慢輕 慢輕 因為企鵝是送東西給另一半嘛 所以兜風感覺不是送一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A 可是他找一個石頭要送給他 也很麻煩耶對不對 還夾著這樣 不可以 還要夾的啊 真的假的我沒想過 他是要行動的 不是像你傳梗圖這麼簡單 他沒有車 有車他就開了 他是沒有車去兜風 所以他沒辦法只有夾著鵝卵石 就是梗圖也要收集啊 就是也要收集梗圖 對 就是也是有心意在的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傳梗圖給對方 Pevel呢這個詞呢 Pevel呢就是鵝卵石嘛 所以他在延伸出來變動詞 就是企鵝會撿那個鵝卵石 送給他洗心儀的另外一方 然後後來呢 延伸到我們現代人 最喜歡用那個社群傳梗圖啊 什麼表情包啊 像下面一位就有超級多梗圖 還有你跟阿信的梗圖啊 有嗎 超級多的 我覺得哇哇哇 帶給我好大歡樂 我就會把這個梗圖呢 傳給你會喜歡的耶 像企鵝一樣 偷布一個小小簡單的行為 來告訴對方 我在想你喔 他直接走了 對 因為你叫他下面一位 我們沒有傳梗圖給他 他去找下面一位 來加五千 他怎麼這樣對攝影師很感興趣 對 來 下面一題請出題 別人的食物總是看起來比較好吃 請問海鷗更喜歡什麼樣的食物 A 其他海鷗搖走的 B 被人類摸過的 請作答 好 有不同的答案 為什麼是被人類摸過的阿倫 因為我看到很多影片 都是海鷗搶人類食物啊 啊 就直覺下一次選這個 買買買買 買買買 買買 妳有看那個動物嗎 買買買 好像是喔 來 來 蜜蜜 蜜蜜 我是想說我是山去法 因為我想說有一些野生動物比較怕人 那你人在那裡摸過他 不知道會不會就不敢吃之類的 OK 沒有 那捕魚的常常看在那邊 在船上切魚 不要的它就往上丟 對 所以那個船後面很多根的海鷗 對 你丟了它就吃了 是 對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單是 第一被人類摸過的 英國大學研究發現 被人摸過的食物對於海鷗的吸引力 對於海鷗的吸引力更高 這是因為 有的時候我們人類要餵食海鷗的時候 都是用手去拿食物給他們 所以導致他們有個被制約的聯想 覺得手摸過的食物會是他們的食物 所以他會來跟人搶食物 因為他覺得這就代表 欸 你摸的那個東西是我的喔 對 最重要的另外一點是 因為你海鷗很聰明嘛 他飛了看著人摸 這絕對不會中毒的 你忘記 這是你的食物嘛 你吃過了我一定不會中毒 我不能測哪一個可能會中毒 有道理耶 這可能天性 這我亂猜的 拿人先去試就對了 對 來 加一千 這一萬一請進入阿嫩的帳戶 總共贏者全台三輪比賽結束 我們宣布現在他們的獎金數 好多的獎金呢 宇晨三萬五 萬金九千 道南六千 玉子一萬五 阿嫩兩萬六 恭喜杜宇晨成為今天的冠軍 馬上要進行的是 最終決戰 BATTLE ATM 恭喜你獲得三萬五 杜醫師 杜院長 沉默寡言 你還在緊張嗎 一點點 第一次上節目 對 真的嗎 你把我們當動物看 就不要緊張了 可愛動物區在這裡 你把我當狗 把我當帽就好了 來 請插卡 好 來 金顧請打開 裡面三萬五有獎金是你的 但是先必須經過兩道密碼的考驗 請出次 兩道密碼分別是總筆畫 46畫的每顆都60 或是總筆畫57畫的海鮮館吃生魚片 但是 什麼 有啊 我們常常去逛海鮮館都會覺得說 這個到底要紅燒的好了 還是清蒸 海鮮館 那魚很可口又新鮮的 其實你逛海鮮館 跟你去大的海鮮店餐廳有什麼 不一樣 這次帝王戲好像不錯 對 這兩集 每顆都60 低空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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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落孫山 剛好就好 剛好及格 對 及格60分 但成語啦 成語是四個字王 可以 可以 對 海鮮館吃海鮮魚片 就地解決 適得其手 對 理所當然 適得其手 你不會想吃你不要騙我 你逛過海鮮館嗎 有啊 對啊那些都美味 我其實去 我會覺得有點壓迫感 對 看到那個很大的 對 有時候看了 什麼的烘魚啊 還有鯨豚啊 那是很壯觀啊 那你要選哪一個 筆畫數是有一點點差異啦 你只有一分鐘喔 你想想看你的筆畫 57畫的話 你連犯錯的機會都沒有 那我還是選這個 每顆都60好了 每顆都60 來 請鎖定每顆都60 來 到底哪四個字呢 請公布 焚情煮賀 焚情就是情 是這麼名貴的東西 你為了煮一隻賀 把這個情啊 拆掉用木材去燒 而且你也不會真的煮賀吧 煮賀 那都會吃賀嗎 沒有人吃賀啊 對啊 所以這整個東西 這一遇成語想要形容的字 你看有人吃賀嗎 這種窮極無聊嗎 炸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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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炸風景 對啊 每顆都60應該很簡單 你是挑戰3萬5 來 請出題 每顆都60 無 數 計 窮 好 你選這四個字 順序隨便你寫 計時60秒 計時開始 清楚 也字 在寫密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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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萬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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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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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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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6 5 5 不管几秒 好不好 计时开始 这写不下去 本来是填笔话 我们还是填一下 对 OK你已经超过时间了 来 你写的还是一样吧 是 0713 0715 对我错 如果你把它清楚写 07的5 07的5 5字跑难写 104 看笔话对不对 真的耶 对啊 差4话 密码 1113 0715 对我错 这样子对的 真的很可惜 你写的5少4号 而且他居然写的到这个5 对 要不然你写 因为他笔话就是少 来正确解答我们看一下 正确解答 5属技穷 这个5属是很奇怪的 就是说 长距离它可以飞过河 但是飞不了骨 它又能飞 就是一半一半的 样样通 样样松 对 不是很精通 所以5属技穷的意思 都会一点点 对 那刚好就好 再多没有了 刚好60分就是87 对 就是87分 不能再多了 不能再多了 来 谢谢 金库请关闭 拜拜 来 喜欢你这一句 好 好 刚刚一个焚情祖贺 大家就知道了 其实是很煞风景 煞风景啊 所以你在水族館里面 就好好参观 但是满老师想的 你到餐厅去就可以了 对 不要讲出来 不要讲那下风景的话 好 谢谢你们今天大家的光临 谢谢各位 是的 晚上8点锁定 拜托ATM 把智慧变现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